全民健身游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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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去年的12月底 开始招募团员 然后开始进行 可是真正统计的日期 是从1月7号开始 然后我们一路统计到 过年前 今天我们做的是第一次的结算报告 就是说大家游泳的量 总共有多少 在这之前啊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的话 欢迎在底下按订阅钮 然后看到小铃铛之后 也把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我后面频道所有的影片 你就会接收到通知 其他的渔市游泳教练的 资讯的话都会放在我们 渔市游泳的粉丝页上面 所以请到Facebook上面 去打渔市游泳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页 然后按赞之后 将来每次我们只要有新的影片发布 或是有一些游泳的新知的话 你都可以接收得到 那我们这一次的结算日期的话 真正确定的是 从1月7号到2月4号 因为2月4号大概就是过年前 最后游泳池有开的日子 所以我们开始要讲说 我们这一次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他们的成果到底是多少 首先我们这个月的第一名 是吴先生他总共游了 35100公尺 哇非常的惊人 那他从一开始就是保持领先 然后一直到最后都是第一名 然后他可以获得的是我们这一次的吸水精 这个吸水精的话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朋友用过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游泳选手都有在用 他蛮大一条的 然后在游泳用品店都可以买得到 那他平常都是保持在一个微湿的状态 就是说他你不能把它放到全干 因为全干的话他会变得硬邦邦的 一开始用的时候不好用 那你在保养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偶尔你要拿一些什么 清洁剂就是温和的清洁剂去洗干它 洗干净它 然后让它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 不然的话会有一些异味产生 那这个吸水精的话在游泳池的话很实用 因为有的时候你擦完身体之后啊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毛巾的话 你要去拧干它 其实不容易的 那这个吸水精的话你只要轻轻的一拧 它就会很干很干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再擦你的头 擦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很快的就可以得到一个干燥舒适的感觉 那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孙先生 他总共游了三万四千公尺 其实跟第一名咬得很紧 然后他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第二名会送他一个运动水壶 所以我们是选用一个很方便的 那个运动水壶来送给你 第三名的话是张先生 他总共游了三万一千公尺 那我们第三名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送你防水笔记本 这个防水笔记本 比较神奇的是 就是你把它泡在水里面 它也不会烂掉 一般人 但在游泳池看到我在使用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很神奇 说哇教练 为什么你的笔记本 泡在水里面不会烂掉 那当然是因为它是特殊材质 然后我们平常都是用来写一些我们自己的游泳记录 或是说如果我要写给学生一些游泳的重点的话 我也会写在这个防水的笔记本上面 然后因为它是活液的嘛 然后就一张一张撕下来这样子 那如果你对这个防水笔记本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上网去找一些 就是你去查看看有没有防水纸 或是石头纸这个成分 它就是在PC Home你可以找得到 其实卖起来其实不会很贵 但是它很实用 然后我们送你之后 你就可以带到游泳池边去写你的游泳记录是这样 OK 接下来重点来了 我们要来看看我本人的话 我们在这个月的努力之内 我游了多少公尺 来 请下配乐 OK 陈教练本人游了16500公尺 因为我们的基准是4000公尺 所以我就是稍稍的多了500公尺而已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数量上面来讲的话 我不是那么介意 我希望可以稳扎稳打 然后慢慢的去提高这个游泳量 而不是说我一下子冲的很快 然后很快就累了或是疲乏了 然后我就放弃了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这个数字 那我们下一次的计划的话 我希望是说到下个月的话 我们可以保持在 每周我们要游4500公尺的量 一样每一趟都游100公尺就好 我们暂时不要增加下面这个单趟的量 就是说有些人 可能一次你可以游1000我也不介意啊 但是你不要只有25或是50 慢慢的去凑出你的4000公尺 我觉得这样子很累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下周开始 希望大家可以努力 然后可以游到至少每一周都游到4500公尺 达到一定的运动量就可以 不过我本人的话我还会增加一个走路距离 就是因为像这几天过年的话 我觉得因为没有办法去游泳嘛 那大鱼大肉难免的情况之下 晚上我都会去走公园 不过这次我特别小心啊 因为我之前是因为脚扭到 所以才开始这个全民健身游泳计划 那我这一次就特别小心在公园里面走的时候啊 我也都有看路 不然的话下一次扭到的话 应该也是会很严重 那我可能增加 可能是每周增加个4公里 或是6公里等等的距离 去增加我的运动量 因为单纯只有游泳的话 有时候还真的还是蛮无聊 而且你会被泳池的 它的开放时间所限制嘛 所以我希望说可以增加一个游泳距离 不过你看一下这张图的话 是我在过年期间的订阅人数增长 这边的话是增长了35个人 从2月2号到2月8号 大概就是在过年的这一段期间 那所以我觉得说很高兴 很多人不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放假 他们还是持续的有在努力 想要找到他们可以让他们游泳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决定说我们这一个月开始 我们也要招募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游泳 游泳计划的新团员 因为我们当初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招募30个人 但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游泳游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断线了 他可能是因为太忙没有去游泳 或是说太忙没有办法上网去登陆 他的游泳量 所以有些人就断线 那我希望可以招募到新的团员 毕竟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计划 不停的去改善你们的游泳 然后让你们的游泳技术不断的增进 那后面的话我也会把一些游泳的技术 新知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最重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团员 他第一名的话游到35100公尺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惊人的游泳量 那如果你也觉得说你喜欢游泳 然后希望有人可以帮你做这一项记录 然后甚至说你觉得自己游的很多 希望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你就参加这个活动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连结放在底下 那你就点这个连结先进去了解一下 你符不符合资格 然后你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咯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游泳的相关知识 先讲拜拜